Hello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有房时评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看一套堪称完美的 定制豪宅样板间 它的建商的名字是叫 Parner in Building 那这个建商的主要是做定制房 那也就是说你想四个房 你想三个房 你给它一个idea 它就会帮你建成 咱们想需要的房子 当然一讲到定制的话 它的价格就比较高 那我身后这一套 它是一套两层的高挑厅的 4686尺 那占地面积取决于我们要去选哪一块 因为是样板间我们不知道 那带有用词的 它的价格如果是说建的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话 你基本上可能要 1.6个median 也就是说160万到170万 大概这样的一个数字 如果是说想定制的话也可以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建商你可以定制房 但是不能做游泳池 那这个呢是可以在建房的时候 把游泳池一起建起来 前提是说游泳池是另外的一个contract 也就是说另外的一个建商来成建 那么它的价格是跟房子是分开的 同样是在Cross Creek Range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这边的地税比较低一点 它的地税是2.97 物业管理费比较贵一点 因为它是带有门禁的 2175亿年 学区是3A的学区 小中高都是A的学区 我们现在所在的社区是Cross Creek Range 这个我们是拍了很多很多 这一块都是80尺面宽的 基本上是可以做定制 或者是半定制的 带有门禁的这种section Cross Creek Range我们拍了很多 如果是说去到中国城 包括去到亚洲城 还是比较的方便 基本上都是在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 那未来呢 这边的发展会是非常好 如果您想对Cross Creek Range 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好 我们现在呢 在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一期呢 已经是完全做完了 如果是要建的话 要在另外的一个区域 也不多了 好像只有两块地了 还有一个线房是五房的 已经开始建了 那要到年底了 可以收房 它的挂牌价呢 是112万4千 当然这个价格呢 可能会有一点浮动 另外就是用它的贷款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优惠 好 那么话不多讲 进去看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一进来 它的这个门朗是非常宽 而且呢 是非常高 这个是石头啊 这个是石头 前面呢 主要是有石头和这个stockle的这种材质 双开门 上面的是两扇大玻璃 而且它这个顶上啊 它做的就是贴了木头啊 这个 这个其实都是升级嘛 好 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门 实际上 现在这种风格的门呢 就是一格木头或者铁翼的这种 还是非常流行的 它用的是这种带有雾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里外面看不到里面 那有一些是透明的 我个人会喜欢这种会多一点 那么一进门呢 就是非常宽了 就整个的就是一眼望去 就是看到后面的游泳池 那高调厅20尺的厅呢 在我们的左手边呢 就是它的餐厅 紧接着就是它的客厅呢 那客厅呢 也是这种高调 双排的大玻璃 加上这个try ceiling 当然如果我们定制的时候 像这些柜子啊 木头啊 石头啊 砖头啊 都是要另外加钱的 我们一会儿去二楼 因为旁边有人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开放式的厨房啊 那厨房呢 它用的这种就是包边式的 这个价格不便宜的 包括我们也问了 其他的建商 如果是说你要做成一个这样的话 基本上一个倒台 就要两万块钱了 那这边呢 有冰箱 双烤 双烤箱 这个你定制的话 你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的42寸的 非常高大上的炉头 特别舒服 那这个房子会适合 特别就是社交比较多的朋友们住 那这里呢 就是它的早餐厅 那早餐厅你看 它可以放一个这么大的圆桌子啊 紧接着就来到了这个游戏房 游戏房的话 在一楼它的使用率确实要高很多 而且它是做了落地仓的 所以它的视觉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在我们的右手边紧接着就是它的投影室 也就是家庭影院 而且它有做台阶的 这样的话 它的视觉效果 看电视的视觉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基本上它的一楼啊 除了投影室和衣帽间用的是地毯 其他的都是这个地板或者是池砖 所以特别特别的高级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baseball也是非常的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游泳池 那紧接着呢 这里呢 你从这边啊 是可以出去的 也就是说这个房间呢 你可以从这里出去 或者从游戏房啊 侧门是可以出去的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 呃 床位 那这个床位呢 跟隔壁的房间呢 是共享的 那这里呢 是它的淋浴房 这是它的淋浴房 这是楼下的第一个房间 你看包括它的这个房间 它也做了这种tray ceiling 所以不一样 一分钱一分货 那我们去看它的路户 它是三个车位的车库 这个就是它的洗衣房 看这个洗衣房就足够足够的大 在紧交通那边出去呢 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车库 那么这里出去呢 也是车库 所以我们去到对面的主卧 那这个主卧这里呢 是有个玄关的 那一进来呢 它跟很多的不一样 它的普遍呢 我们看到是从房间里面 从床的这个位置 进到卫生间 那它这个呢 就不是 它做的是双移门 OK 它在这边 那我们先看它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 真的是太漂亮了 非常非常漂亮 你看它的这个倒台这么长 那么这边呢 你可以理解成是男主人的 那有独立的这个浴缸 它的这个浴缸 比很多的浴缸啊 会深很多 会大不少 那么紧接着这里呢 就是它的淋浴房 这淋浴房呢 是两面都可以进去的 那么下面呢 这个地面呢 用的是 有点像那个鹅懒石 就是鹅懒石啊 那它是一直贴 面砖贴到底的 那这是它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 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大 OK 这是它衣帽间 那那个下面呢 有一个暗示 因为呢 它把它的书房呢 设计在这个暗示上面 它抬高了 待会我们就知道啊 OK 那么这里呢 是它的马桶间 这个就是它的楼梯 我很喜欢它 这个楼梯的设计啊 就是站的位置不是很多 而且呢 就是看的那种高大上 台阶呢 它用的也是木地板 那这边呢 就是它的办公室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把它抬起来 那个暗示那里 现在呢 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 销售在里面 就算它抬起来 这个还是特别特别的高 双开门的 特别舒服 然后我们去二楼 这里呢 是一个半个卫生间 但是它现在把它锁起来了 把它锁起来了 我们就不进去 那二楼呢 它有一个像 就是设置给孩子做练习的啊 那么呢 它也用的是木地吧 这是看前面的 像那种木架子啊 就上面那个梁啊 都是都是升级 那我们站这里呢 就也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的游泳池 所以它的 它的景观是非常好的 如果是说 你建一个在湖边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爽 OK 那紧接着我们去看 楼上呢 有三个房间 那么呢 这是 靠着前面的 马路的一间房 它的这个房间 尺寸特别的大 就有 它的设置就是 二楼的叫 二楼的主卧 它是 这是它的卫生间 它卫生间有窗的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喜欢 卫生间带窗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第二间房 它现在这种设置就是感觉有点像 家庭房 OK 因为它二楼没有game room 但当然这个是一个卧室 那这边呢 就是它的洗手台 紧接着呢 这里有个门 就是干湿分开的 跟对面share的 那么穿到了 那这里还有个洗手台 我们就穿到了对面的这间房 那这间房呢 就会比隔壁那间房会小一些 那楼上呢 是三个房 它所有的房间呢 都是设置在 我现在站这个方向就是右手边 那么去看一下它的游泳池 所以实际上 德州的房子 家具 软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个空房子 当然那个买家它设计的 就是它升级的也不是那么的漂亮 但那个户型也一般啊 好我们去外面 从这边出去 你看这个游泳池 特别的舒服 这个游泳池的水挺深的 它这边呢 这么大的露台 那边呢 还有一个露台 凉台 这个水很深的 是可以游泳的 因为现在建一个这样的游泳池 基本上 基本上你没有 你七八万块钱 也就是挖一个小小的 就是观赏的那种小游泳池 像这种的话 估计不知道十几万 十五万左右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转发 如果你有房子在休斯顿 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